漫威宇宙力气最大的人是谁 绿巨人浩克力气算很大吧 他可以轻松运行20辆汽车不带蠢气的 这种恐怖的力量在整个漫威宇宙来说的话 其实也算不上大力射 比浩克力气大的角色多了去了 比如灭霸还记得复连2中灭霸与浩克打加码 这两个大块头离一圈我一圈圈圈到肉 最后灭霸直接拎起浩克一顿胖揍 并且嘲笑到小绿炮 凭什么是挺狂吗力气挺大吗 今天怎么被我给干发现呢 确实泰坦新人的身体数字很强大 灭霸应该感谢他的泰坦选爱 说起身体数字 那么咱们又不得不提另一位 净旗大妈 如果灭霸的身体数字可以达100分 那么净旗大妈的身体数字 可以达到1万分 净旗大妈的力气有多大呢 面对6宝石的灭霸也敢硬刚 如果灭霸没有宝石的力量 可能想象灭霸会被净旗队长 揍成什么样子啊 那么还有比净旗大妈力气更大的人吗 有小伙伴说以人巨大化力气非常大 其实相较于旌旗来说还是差得太远 有小伙伴说雷神力气大 那个雷神之力也挺一般的 其实还有一位力气超大的负责者 小伙伴们一定没有想到 那就是银河尬武加星爵 这时有机智的小伙伴就要说了 不是吧不是吧 星爵也可以 其实呢星爵是非常强大 他的脑爹就是一颗星球 在银河会对三众 星爵决决醒了他脑爹的星球之地 使他拥有了移动恒星的力量 所以漫威宇宙力气最大的是星爵 那今天就换你读书 超伙伴 加进入转